华山涉水,历尽艰辛 古代从广东到黄梅 山高路远,交通不便 多有沟壑险峰,简直寸步难行 惠能的出发地位于今天广东省江梅市新汇区 而黄梅寺位于今天湖北省黄岗市黄梅县 两地的直线距离约为1000公里 惠能以非凡的毅力,仅凭步行跋涉数月 途中穿越崇山峻岭 跨越湍急河流,千难万险,艰苦易潮 由于家庭贫穷,他出发时行囊空空 也没有足够的银两和食物 旅途中会能多次面临津寒交迫的困境 一路上只能齐头 或在野外采集椰果野菜果腹 运气好偶尔头到晚剩饭 运气不好则连续多日都有忍饥挨饿 可不管路途如何艰难 都没能动摇他心向正法的决心 在中国古代,这样的旅行 可谓不是之壮举,人类之奇迹